《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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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年的10月份 從緬甸給他抓回來的時候 給孩子刪耳光 給他戴的手銬腳尿 對孩子的身心造成那種傷害 我覺得是沒有辦法彌補的 據說當時是在緬甸關了一天 然後送回雲南又關了三天 從腰上一點點往上打 後來給孩子打哭直求饒 就說你想怎麼寫 隨便寫完我給你簽字就完了 《小鱼》 他們覺得我這種行為是一種軟弱 是一種投降 我就問我兒子 我說兒子你要是這樣說的話 你說我不去上這個電視 然後媽媽一直就關著裡邊 你也看不到媽媽 其他沒有任何條件 媽媽能再見到你 你說哪樣啊 然後當時我兒子一下就把我抱住了 就說媽媽你不丟人 我要媽媽 就是因為對我的打壓 然後對孩子進行迫害 我覺得這是完全不人道 沒有人性的 我要對政府 包括對我兒子這種迫害 進行一個譴責的 我覺得我們做的事都是正確的 沒有一點錯誤 我們在堅守這個法律的一個精神 沒想到受到當局的這種殘酷的打壓 就是已經幹這個事事 事業了 你也沒有什麼後悔的 唯一的就是還是對自己今後的安全 表示擔憂 我們進去的時候 余溫生了 呂雨寒了 他們在外面呼籲我們 等我們出來了 又為他們呼籲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過度 我只能這麼說